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每一位角色都有着不同的游戏机制 因此玩家也需要用不同的构建来进行对战 末日猎手游戏中拥有大量可升级的武器 法术 特权 外星人工制品 奇怪的技术和魔法装置 敌人 NPC 陷阱 自定义事件和隐藏商店 这么多 你会觉得颠覆了以往对肉哥游戏的认知 游戏的玩法是类似双腰杆射击游戏 玩家需要游走在沼泽地中各个小岛 清理敌人 寻找道具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本作中不仅仅是BOSS类敌人 就连很多小怪物都有着不同的阶段 不同阶段也对应了不同的能力 让战斗更加有趣而多彩 从表面上看 它是一款漂亮的等具双摇杆射击游戏 但实质上 这款游戏非常强调深度和多样性 可重玩性 以及发现所有让您大开眼界的惊人协同效应 拆毁枪支零件 或寻找功能强大的模组 是末日猎手游戏 不可忽视的特色 在游玩中 如果你不喜欢现有的枪支 那么您尽可以把它们拆成零件 或者暂时保留它 直到你找到将它升级到更高级别的方法 武器也有随机磁缀 但是你会发现还有更多秘密 末日猎手 不仅一个很难入门的游戏 而且更难精通 就像它应该适合您的硬核游戏啊 对吗 你会死很多和更多 甚至不要认为你可以逃脱 直到你发现它的全部 如果挑战不适合你那就要当心了 因为敌人和BOSS在以后的版本中 还会不断增加 游戏关卡的设置是 正常前三关地下世界沙漠地狱最终BOSS就是那个巨型德骨拉头 地狱关稍微扩充了下 除了最终BOSS 其他BOSS完全随机 游戏共有六种世界难度 原来是四个 各个世界难度的特性更复杂 比如强化魔法伤害 减少副武器伤害等等 游戏战斗技能爆炸翻滚绝对无敌 您可以选这个进行战斗 不过这样一来 游戏就会变得十分无聊了 打破博弈 创造强大的协同效应 您就能摧毁一切 末日猎手游戏中 导具十分的丰富 有着猪武器 特殊武器和被动增益三种类型 武器自不必说是通关和战斗的基础 特殊武器的使用依赖于能量 不过相对的也十分强大 在游戏中 您可以发现并掌握一千二百多种物品 遗物 武器 技能 特权 遗物 外星文物 消耗品 主动和被动 了解它们如何工作和组合 随心所欲的打破游戏 建立强大的协同效应 并消灭一切 游戏中 您还会认识这个宇宙中一些最奇怪的人 并在游戏中涉及度博 交易 购买等各种活动 与各种独特的角色互动 并为确立您的优势进行各种谈判 末日猎手游戏所展示的社会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此外 无限变化的程序生成 多样化的敌人和地图机制 加上游戏特有的暗色调奇葩画风 也给玩家带来了一场激爽的游戏体验 末日猎手游戏目前在Switch和PC平台上都可以玩 已经入坑的玩家纷纷给予好评 我们期待这款游戏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与快乐 以上就是本次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喜欢本视频 请点赞并订阅本频道 谢谢支持 也祝您游戏快乐 我们下次见 感谢观看